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謀等 主席葉遭及委員已經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因事錄確定 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謀列席報告業務概況必備質詢 本任會議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謀報告後 藉由委員呈歐珀等18人提出質詢 均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謀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委員席正位質詢令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檢東明所提書面質詢 均列入記錄並刊登公報 決定一 報告及審查完畢 二 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覆部分 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請述以書面答覆通過臨時提案三項散會宣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議事錄確定 現在介紹在場的委員 首先介紹李昆哲委員 陳歐珀委員 介紹列席的官員 我們交通部賀陳淡部長 陸政司王沐恒副司長 還有臺鐵州局長 還有臺鐵州局長 你怎麼沒有在名單上面 你沒有報名 來 請議事人員宣讀本日的會議議程 邀請交通部部長賀陳淡就參加第九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觀光部長會議列席報告並被質詢宣論完畢 部長你剛回來 請交通部賀陳淡部長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們 今天應邀到貴委員會參加第九屆APEC部長會議的專案報告 非常榮幸 我是在上任一週就能夠向各位委員請假 到秘魯去出席 APEC部長會議 在此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與諒解 那麼有關今天的這個會議的報告呢 我們是有提送了一份書面資料 不過在書面資料之前 我是不是先摘要性的先說明 等一下我們請我們謝局長再做完整的宣讀 這次的會議 主要是兩天的部長級的這個會議 我們除了以部長身份代表 除了我們政府參與國際事務之外呢 而且也以國家的高度 和其他的會員經濟體互動 雙邊會談 那麼這兩天我們也聆聽了很多會員體 他們對於觀光現況的發展 以及對於未來的所共同面臨議題的看法 那麼整個的過程呢 讓我們不但是堅定了我們對於台灣觀光發展的理念 也對於交通部將來推動未來觀光發展的方向呢 方向也更加明確 那麼值得在這一次除了我們做會議的這個內容報告以外呢 也把我們後續如何能夠再推動台灣觀光發展的下一步呢 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請各位指教 整體來說 我們發現在這個會議當中 各個經濟體的會員經濟報告裡面呢 總體對於觀光都當成是一個具有更整合性的一個意義 而不只是過去用過境人次來代表觀光的成長 那這裡面的整體性呢就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是大家各會員體 更加更加的重視 它對於GDP的整體的貢獻 第二 也看到 觀光其實對於地方產業是有一個絕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很多中小型的產業發展呢 都被大家當成是一個如何結合的一個大的方向 那麼這些方向呢 使得我們相當的肯定 不宜也不需要再把旅客的數字 當成唯一最重要的產業政策指標 而應該與各部會 和各地方來共同的談點我們的特色資源 把特色結合創新 才能永續經營觀光這個整合性的經濟活動 同時也因為是在偏鄉來找到特色呢 也就是在幫偏鄉找就業機會 這樣也才能夠使得年輕人願意返鄉或者是留鄉 使得我們國家目前面臨的老化的社會結構呢 也能夠有年輕人在地來協助 這些大的趨勢呢 我們認為不單是全世界面臨 在台灣尤其應該當成是我們 在幾大的新興產業之外呢 我們來共同面臨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這些方向 希望能夠當成這一次 我們去參加APEC部長會議之後 的一小小的心得 同時也請各位來指教 那麼以下 比較詳細的內容 是不是報告主席 我就請我們觀光局 謝局長來向各位進一步做說明 謝局長你有跟去嗎 好來請謝局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以下就這個參加第九屆APEC 官方部長會議來提出這個 簡要的報告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會議 是在1989年成立 最主要是建立政府間區域論壇 尋求亞太地區經貿政策的協調 那麼組織成員 從開始時候的12個會員 歷經四次的擴張 目前增加到21個 依照英文字母排列分別為澳洲 文來加拿大這個等國家 我國參與APEC會議正式的名稱 始終都是以Chinese Taipei 出席會議均以此這個為準 那觀光部長會議是在1989年 馬來西亞APEC領袖會議的時候 韓國大統領金大宗 建議召開APEC觀光專業部長會議 討論亞太地區觀光產業的發展課題 並約定每兩年召開一次 另外接下來報告這次會議討論的重點 這次是在秘魯責定首都立馬 辦理第九屆會議 會議主題是定為透過便捷旅遊 連結亞太觀光 本次會議以便捷連結永續 包容性成長為軸心 另外在立馬宣言的部分 本年度立馬宣言圍繞在便捷旅遊 連結亞太區域發展的一個主題 議題談其空中交通的連結 包容性成長 觀光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引擎 簽證簡化等等議題 希望APEC各經濟體 均能夠致力在消滅旅客 在區域間移動的障礙 帶動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 那麼這次這個參加會議 具體的第一個是具體行動 實現台灣國際的參與 APEC系我國正式參與 這個政府兼國際組織 透過積極的參與 不但可以讓國際聽見台灣的聲音 看到台灣的成就 因此 本部賀成部長 雖然剛上任 仍親自領軍 以具體的行動 實現國際參與 為台灣在國際正式場合 爭取更多曝光的機會 而第二個意義是 了解亞太區域各國觀光發展趨勢 及旅遊形態的一個新興模式 APEC政治這個政策資源中心 特別提出關鍵因素的研究 兩大重要因素分別是 是否需要簽證 及空中連結便利性 如果期待觀光成為新政府 未來五大新興產業外 提振經濟的第六支建 爭取更多國際旅客抵達 簡化簽證申請程序 甚至是免簽 絕對是必要的 而第三個意義是 表達台灣觀光發展方向 符合APEC整體目標 部長特別在會中 與其他經濟體分享 未來台灣觀光將更強調 在地體驗國際化 發掘潛力在地體驗 協助提升國際接待能力 擴大智慧觀光運用範圍 善用台灣科技能力 良好之通環境 提供國際觀光客 更友善親近台灣觀光景點 及活動方式 來聚焦創新 那麼第四個意義是 鎖定主要目標國家 進行高層的雙邊會談 落實推動新南向政策的理想 在具體的成果方面 第一個部分是報告 我國觀光發展近況 及未來政策的重點 除了表達台灣受到 臨近國家旅客歡迎外 同時也展示 台灣民眾出境到其他的經濟體 佔比達到90%以上 台灣確實達到 APEC觀光工作小組會議中強調 經濟體旅客移動及 互訪的一個目標 在未來政策說明上 則強調 台灣觀光未來在跨域整合 爭取全球客源市場 運用智慧觀光來提供旅客 更貼心服務及 加強體驗和發展綠色旅遊 以關懷旅客來落實 APEC街市的永續 及包容性成長的一個目標 另外特別以台灣 與APEC經濟體航空連結 成長快速 航戰朝向智慧化發展 其推動擴建計畫 簡化通關 一化退稅等服務 友善機場 保安反恐措施等方面 作為台灣的一個成果 那麼在重點議題的分享部分 本次主題圍繞在 這個便捷連結 永續包容性成長 而部長在兩個議題上發言 第一是觀光工作小組報告 發言同意美國代表 肯定APEC觀光工作小組 自力推動觀光 包容性成長議題的意見 說明自己未來 會在各經濟部長 這個代表學習 他認為 APEC觀光議題的焦點之一 最主題的追求包容性成長 正可彰顯 觀光產業 協助 地方經濟的發展成長理念 第二是 加強中小企業發展 及企業家精神的養成 以國際觀光計畫的 執行為例 為台灣東部原住民藝術 表達天賦 提供固定演出的 商業平台 不僅在經濟 而且在文化 及社會上 都有特別的意義 協助將年輕人 留在原鄉 也兼顧 老年照料問題 也符合APEC所提 包容性成長計畫的一個精神 第三個部分是 本部在緊湊議程中 安排與菲律賓 跟泰國兩經濟體 進行正式的雙邊會談 也與越南做場邊的會談 會談內容以加強 互相送客 長線市場共同行銷合作 建立或維繫 觀光高層例行性 雙邊會議等議題 希望透過該等國家 互會合作的機制 來強化雙邊觀光交流關係 進一步也為台灣觀光 擴大多樣客源市場基礎 其餘包括主辦國 秘魯 日本 韓國 印尼 馬來西亞等國家代表 則由本部部長 及局長利用會議中場休息時間 以場邊會談完成 最主要是 依據雙方市場互動的現況 或以如何來強化雙方旅客交流 或以提出共同合作的機會來交換意見 第四個部分是台灣觀光發展的下一步 也是觀光部長會議後的一個啟發 第一個部分是觀光產業 對於帶動台灣整體 及在地經濟發展 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功效 APEC各國觀光外匯收入平均達到GPT2.9 台灣觀光外匯收入約為GDP的2.76% 雖然相當接近 APEC的平均值 但是相較 提到泰國觀光外匯的9% 顯示台灣觀光產業 仍然有非常大的努力空間 第二點是觀光產業 應該善用網路科技 來協助在地觀光產業的 品牌化 國際化 第三個啟發是 觀光產業 應該重新盤整資源 並思考引領在地經濟 促進社會互動的新戰略 尤其在會議上 看到各個經濟體在觀光發展上 無不推陳初心 深耕地方特色 更感受到 台灣一定要重新盤點既有資源 整合中央各部會及地方 找出台灣的新潛力特色 尤其是在創新具特色 即可以具體帶動地方經濟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以吸引青年返鄉 發揮 營造整體社會正向 互動功能的項目 就應該先考慮來發展 第四個部分是 觀光客應該更多元開拓 來提升台灣觀光產業國際競爭力 不可會員 中國大陸對諸多APEC區域國家 都是主力英鎊客員 但各國對於拓展多元客員 也是不遺餘力 像譬如說日本對泰國 印尼等國家先後開放免簽證措施 可見的APEC各經濟體 都極力來創造不同族群 不同主題 不同國家客員到訪機會 新政府強調新南向國家發展方向 我們將輔導旅遊業者 在國際 持續多元開拓 客員推廣 推廣作為 堅為南向開拓 經濟的一個先驅 觀光是屬於又競爭又合作的產業 從合作面來講 為進一步與臨近國家建立良好觀光高層 互動的機會及洽談具體合作事項 出席事項會議 確實有必要性 除可增加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 與其他經濟體建立短中期合作發展目標 也能具體來學習 國際觀光發展的良好範例 作為台灣觀光轉型 及優化的重要參考 這次在會議期間緊湊的行程之下 利用時間與多國來進行交換意見 希望在目前東南亞多數國家來台簽證 尚未完全開放免簽的情況下 先行與臨近國家建立友善合作關係 互相送客 甚至共同推廣吸引長線歐美旅客 為台灣開拓更多的客源 那麼在競爭方面而言 我們必須不斷發掘地方特色加以創新 包裝成專屬獨賣的旅遊產品 創造出無可取代的體驗經濟 將旅客遠遠不斷 導入地方吸引年輕人返鄉就業 更可帶動偏鄉在地經濟發展 為了與東南亞國家競爭 爭取更多客源 台灣未來的觀光產品 勢必朝向在地文化深度記憶 特色創新的體驗型經濟模式 以台灣的生活方式與多樣性出發 運用台灣特有旅遊記憶提供 國際旅客獨特的深度體驗來創造出 台灣觀光的新未來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不令指教 謝謝 好現在進行尋答 先宣告以下事項 尋答時間 本會委員10加2分鐘 其他委員會委員6分鐘 暫定10點30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10點截止 各委員如果有提案 請於10點30分以前提出 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休息半小時用餐 請工作人員準備便當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 李昆哲委員員 大家好 謝謝主席 主席前下部長 還有觀光局 謝謝局長 李昆哲委員好 部長您好 社會大眾 現在非常關心 有關於端午連假 我們新部長整體的 交通輸運的計畫是如何 現在 國道夜間收費 要在這一次 要取消 來作為一次重要的事辦的階段 那在目前 有關於國道客運 在日間 打折 八五折 在夜間 是七五折 那整體的規劃 以及接駁的計畫 好 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好 謝謝委員 指教 這次端午節的 我們的基本的訴求是 安全返鄉 同時鼓勵多用公共運輸 所以在這個 獨立公共運輸的 這個前提下 除了剛才 委員所指教的 已經有一些票價優惠以外 我們有特別去加開班次 對於我們在 夜間 十九條 白天 六十五條 以及比平常 大概增加了 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會協調業者 繼續再次需要來增加 那麼在這個數量增加之外 票價的優惠 現在是 夜間是打七五折 白天是八五折 那麼到達點以後 該地的這個 地方公共運輸 我們也已經協調 這個地方的業者 還有地方交通單位 來盡量能夠來延後收班 或者提早發班 希望這個 我們有旅客到達 目的地以後 他的停留的時間 能夠得到 部長這非常重要 我們在整體規劃 國道客運的優惠 來提高大眾運輸的使用力 但是在深夜時刻 或是凌晨時分 我們的國內的民眾 達國道客運 到達中南部的縣市的時候 確實要在那邊等車 這個接駁系統沒有配合好的話 我想對民眾來講 是一大困擾 這個部分我要請部長 趕快跟縣市政府 當地的客運業者 看如何這個接駁系統 如何能夠提升它的使用 是的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同時當然我們也在我們的新聞稿 昨天的新聞稿裡面 也向各位呼籲 這次因為假期比較長 而且看起來天氣好像不會太差 所以可能會使得我們出遊的人也增加 所以有關的這一些交通的路況 還有它的資訊 我們會主動發布 也希望必要的時候 整體的輸運計畫 是的 剛才你提到假期長 而且啊 天氣可能也不會太壞 是 那更也是部長就任之後 第一次重要的考試 是 所以在整體的 連假的這樣一個輸運計畫 它不只是只有國道 它還包括台鐵高鐵航空 整體的輸運計畫 以及相關的替代道路 以及其他的主題樂園 他在假期的時候 通常都會車輛回流 甚至回流到國道上面 這都是整體我們交通輸運 要重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現在目前 我們要提升大眾運輸的使用率 那你在到達目的地之後 你當地的接駁系統 要如何配合 這都是重要的環節 沒錯 我們希望部長 能夠在這幾天啊 一定要做更好的一個規劃 我們有更完整的規劃 會主動的在向媒體們發布 也讓這個相關的地方來 在過去這種一假日 尤其是連假 都是成為啊 國內民眾的一大惡夢 我們希望新部長 能夠有效的 來提升 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效率 這個部長要多多的努力 一定 謝謝 好 部長你這次參加 APEC 觀光部長的會議 他的主軸 就是以啊 便捷 連結 永續 以及包容性成長 這其實 這樣一個會議的軸心跟主題啊 也 給我們國內的觀光 帶來很大的一個啟示 謝謝 那從2008年到現在 我們的觀光客成長是非常高 幾乎是成長了2.7倍以上 那2.7倍以上 其實也帶來 很多的 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對 第一個 我們的觀光客的多元性減少了 是 就是說 在2008年的時候 陸客所佔的比例大概只有8% 到現在已經成長到40%左右 佔了4成 那但是 其他國家的旅客 卻是大幅減少 日本本來是28% 現在已經下降到15% 那歐美的旅客在過去有15% 現在也下降到7% 我們多元性減少 我們幾乎都是靠陸客 在支撐 那這樣一個支撐的狀況之下 其實也產生很多我們觀光目前的問題 那現在 面對陸客限縮可能的狀況 我一再的提醒交通部 第一個要掌握資訊 第二要分攤風險 第三 要調整體質 那我們在過去 我們看到我們觀光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缺乏區域性的觀光的規劃 所以 陸客或是其他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有83%都集中在台北市 只有三分之一會到其他縣市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然後呢 在過去我們也看到整體的觀光 我們缺乏長期的政策規劃 因為陸客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蜂擁而至 所以我們沒有做好長期的政策的規劃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部長 你去參加觀光部長 會議之後 你對於國內的觀光政策 有什麼重要的這樣的一個宣示 或是未來要調整的方向 謝謝委員指教 確實 過去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 忙於成長 應對這個快速的數字 對於我們的品質 還有這一些 相關的配套規劃 是不夠落實的 那麼這一次我們在參加部長會議以後 其實各國都有在感受到說 由於中國旅客增加以後 對於各國的這個衝擊 在台灣因為地緣的關係 以及過去 我們在這個上面 成長的比較快 所以在這個上面 顯現的落差也就比較大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趨勢 跟大家共同討論之下 可以說大家共同的答案 都像剛剛您委員所指教的 除了它的多元要分散以外 一定要想辦法 使大家的品質要提升 所以這個上面 我們也希望在這一次 假如陸客在 有一些繼續有衰減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產業來講 就如同要過一個小冬天一樣 希望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協助他們去認清 目前的大家各國的做法 同時也把我們多元開拓這些努力 來主動跟 部長可能這一方面 我們要有更具體的一個政策 我們除了缺乏區域的觀光的規劃 旅客都集中在台北市 但是我們也發現裡面 也有一條龍壟斷低價團衝刺 那觀光的利益 集中於少數特定對象的身上 而且我們看到我們的旅遊的景點固定 所以大量的旅客都集中在固定的幾個旅遊景點 那造成這樣一個旅遊品質的下降 還有我們這樣的一個整體的規劃 我們有具體的提出政策嗎 有想法 但是要提出更具體的政策 讓我們的業者 讓我們的民眾了解 我們未來國家的觀光的走向是如何 大方向就是從剛剛您提到的 一定是在 首先是在客源上面 爭取各個國家在這個上面的 大家的對等互惠 使得我們在安排這些旅行團的時候 他們的選擇也多一點 第二就是在我們國內自己的 相關的配套上面 從旅行社到遊覽車到旅館 到購物點這些地方 我們都希望能夠來多開闢各種的產品 不要是過去這種團客幾乎是一種產品 就會造成剛剛您所提到的 不管是在購物 或者是在一些景點的這種過度集中上面 都造成了排擠 那這樣的一個多元產品 跟多元客源的開拓 是我們首先要做的 其次就是剛才您也提到的 我們很多團來到台灣 其實都沒有去外地 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們的資訊不夠 再方面也是地方上面 他們在這個上面 能夠提出來的配套誘因也不夠 所以我們第二個做法 就是要想辦法讓資源下放 讓地方政府 他不管是在行銷上 或者是一些優惠措施上面 他都能夠更主動來幫助 我們剛剛講這個多元產品到地方去 部長我們在這邊也提出幾項 具體的一個建議 在面對我們觀光路科限縮 以及這樣一個多元性減少的狀況之下 那第一個我們要推動便捷的觀光 便捷的觀光就是針對東南亞的國家 我們歡迎更多的其他的國家的旅客 特別是東南亞的旅客 因為這樣的一個四至六個小時的飛機的時程 是最適合旅遊的一個時程 那便捷觀光 因為現在的觀光有兩大趨勢 第一個區域內的移動 他不會是跨洲之間的旅遊 這樣會減少 現在都區域內的移動 第二個是他旅遊的天數也比過去減少 這是一個世界觀光的一個趨勢 我們要掌握這種便捷觀光的推動 來吸引更多東南亞旅客國家 那這樣的一個分期分階段的簽證的簡化作業 就變成很重要 是的 這個我們要去推動 另外的海洋的觀光 那游輪觀光在這幾年 他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在亞洲地區 每年都成長7至9%左右 這個海洋觀光我們要去努力的掌握 另外是有關於這樣的一個優質的觀光 就是說我們不要讓旅客都集中在大台北地區 或是固定的景點 我們各縣市各鄉鎮 來針對它的特色來建立套裝的旅遊路線 所以優質的觀光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另外一個很重要 我建議我們要客製化觀光 客製化觀光也是現在世界觀光的行銷手法之一 就是例如這種港澳的旅客 或者是日韓的旅客來到台灣 是以20歲到30歲 30歲左右為主 那我們要去針對年輕的族群 來規劃相關的旅遊的路線 那旅客來到台灣大概都是五六十歲為主 那我們針對自由行的旅客 我們來設計相關的旅遊的路線 提供更優惠更吸引人高品質的 這樣的一個旅遊的品質 這個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好特別先跟您回應剛才提到那個郵輪的部分 這次去APEC會議裡面可能很重要的一個共識 就是跟菲律賓來做這個郵輪上面的強化服務 因為現在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這種區域化裡面除了飛機以外 很明顯的就是這種 像這個不是在大洋上面那個波濤洶湧的地方 反而有一種區域性的郵輪的服務 這個郵輪的服務 菲律賓是以多島聞名 但是我們現在就希望他們跟他們結合起來 變成大家一起 現在從遠洋來的客人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他是玩不止一點把台灣一起納進來 這樣子使得郵輪可以快速增加 有關這個客製化的部分 可以說就是網路發達以後 最有效的一種安排 這個部分就是剛才跟您報告的 我們要輔導地方在做他們的網站 還有他們的自己對外行銷上面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特色表達出來 例如說在馬來西亞他們這些喜歡親子旅遊的人 我們最近就以這個農場的生態旅遊作為號召 都是反映這個需要 謝謝 部長時間的關係 我再次的提醒 那我們這一次 連假的這樣的一個交通疏導 全國民眾都在看 也在考驗新部長在領導交通部 針對連假疏運的 這樣的一個是否有效率 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假期的品質 那對於觀光的發展 我們會面臨很多的挑戰 也希望部長督促我們觀光局 及其他相關的部門 大家一起共同的來努力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接著請鄭保欽委員直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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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成部長 謝局長 政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是的 這個端傑蘇穎實在長有一點讓人家擔憂 因為我們看到你們現在是做了很多措施 要去不管是轉載 轉運也好 接駁也好 或者其他配套措施 但是我相信人民知道的不多 部長 你可不可以保證說 讓所有要做公車 要做接駁車能夠很快 做到車子回家 我想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保證的部分我們最重要還是就像您剛剛提到要加強溝通 我們加強宣導 我們這兩天就和地方政府在這個上面繼續 我想接駁車只是次要選擇 最重要就是我們下交流道之後 那個車子通過的站 要讓大家知道說你放心 你從台北到高雄 台北到台南 你只要坐這車子就可以到你的家 對 我們現在 我都了解 我們下了交流道以後 他的服務就如同一般的公車這樣子 逐站都停了 免得說他一定要到最末端站 這個我想很重要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我想我們這個恐怕 這個端午節輸運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謝謝 希望能夠擴大宣傳 是 你參加這個觀光部長會議 強調觀光產業對於各國的經濟產業就會貢獻很大 是 然後特別提到 說觀光產業要善用網路科技 是 協助這個觀光產業的品牌化跟國際化 對不對 報告裡面 是 我沒有誤會 是 這個我們實在有點擔憂 為什麼有點擔憂 我們現在慢慢來看 部長你特別強調使用者互惠 那我請問你 我們現在觀光啊 這個 觀光景點啊 合理化的收費啊 我們支持啦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配套 配套當然基本上就是這裡所講到的 希望能夠 由於他敢收費 也就是他要創造他自己品牌價值 那這個上面 他的品牌價值該做的事情 不管是在行銷或者是管理 這些事情我們都要加強監督 同時也幫助他們 我們在品牌化以後 得到的區別 或是一些比較 品質惡劣的競爭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來合理的輔導 不要產生這種 惡性的競爭 其實這方面我們都沒有做 我必須強調說 我們的工作人員非常優秀 但是只要進入官僚體系 就被所有制度 所有的領導整個幫死掉 我們可以看到很重要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我們看到薩爾斯堡 他們這個地方啊 為了推廣光光 本來那個旅遊啊 要118塊每 OM的這個 錢才可以進入他們的旅遊區 結果他們打到幾個打三個 36塊 為什麼 就鼓勵他們到每個旅遊區去玩 我們政府有做這方面的協調跟措施嗎 是不是真正執行情形 有嗎 有沒有 謝局長 謝局長 我想這個針對這個配套措施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一種 所謂公共景點 這個連票的一個政策 他如果說 做了嗎 開始做了嗎 目前正正在 要快嘛 你看那個大阪那個 周遊卡 加錢都沒你來 你來五天只要花多少錢 你坐車不要錢 既晚不要錢 觀光景點 門票不要錢 通通都不要錢 而且用很少的價格就去買到 這造成觀光 我們就這麼久了 我們的功能這麼優秀 為什麼不去做呢 是 這個委員跟您報告 我都了解 現在至少在大概台北市的 這個捷運跟公車上面 用這個優優卡 已經有這個 您講到的 不管是親子票 或者是這個 所謂的 三兩成型 不是 我現在跟你講 部長你誤會有意思 我說是很多景點 聯絡起來 你只要買這張卡 你坐車不要錢 就是什麼都入場券的部分 不是只有入場券 包含交通 好 我們現在那個台灣好行 台灣好行就是這樣一個 出發點設計 就是把交通跟門票 還有一些其他的 買東西的優惠都結合在一起 部長 那個你講到台灣好行 我就有 就會生氣了你知道嗎 就會生氣啊 請指教 為什麼生氣你知道嗎 201年馬政府要推動 這個 台灣的觀光 特別推動台灣好行 剛剛部長講的 對不對 你知道不知道 我們的官網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官網 上面啊 台灣好行 前面那一個 台灣好行 你看啊 這裡面有QR Code對不對 對不對 結果你們知道不知道 這個QR Code啊 我們的前面 有什麼 有 中文 有英文 有韓文 有日文 就到QR Code 就剩下什麼 就剩中文 就表示我們的 哩哩哩哩哩 還不是只有這樣 我跟部長講 還不是只有這樣哩哩哩哩 不是就到QR Code 看不到別種語言 後面更嚴重的在哪裡 裡面通通是空白啦 部長 這個台灣好行 你們強調網路 善用網路科技 就你看 裡面通通是空白的 部長你知道嗎 大概正在改版的樣子 所以這個 不是正在改版 部長 改版改幾半年 還在改版 這種效率都笑死呢 來 你講改版啦 我下面給你看 你看 這個幾號 2月27號 我們所有的 使用者上去說什麼 說裡面一直是空白 到現在 誤啦 告過了啦 這不是一個 所有的人都講什麼 爛東西 爛政府 都是在罵 這叫改版 這個叫改版是嗎 這個是叫改版嗎 好 我再看啊 你看到啊 對我們的評價 我說來 上面那一個 來 往上 你看來 我們的評價 一點點 一點點人啊 有157個給我們最爛的一顆星 超過一半以上 一顆星 我們的總評價是多少 2.8個星 給五顆星 這個我都很懷疑是怎麼去做出來的 裡面都是空白怎麼會有五顆星的評價呢 那你告訴我 蛤 是不是有些路線 是沒有 有些路線有吧 來 我們的評價2.8 來往下 我給你看 這是韓國的 所有 他們多少 你看人家的評價 4.6 有140個人 182個裡面有140個給五顆星 誒 保重要煩惱嗎 要 要擔心嗎 是 我跟你講 我抬一下的時候都嚇一大跳 我抬一下兩三年之後 既然有 韓國的外交部的人打電話給我 說我們現在韓國的化妝品非常好 要不要幫我們賣 你看看是外交部的人 不是那個公司的人 你看人家怎樣在拚經濟 反過來看我們怎麼拚經濟 人家 4.6 我們的2.8 我們的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罵政府說 這個爛政府爛機關 爛網站 好 這都是在罵的 你說改版 改這麼久還沒改好 大家如果部長你現在不相信說五月改好 你現在跟他上網你下載看看APP 現在馬上就可以下載 裡面還是空白什麼時候叫五月改好了 沒有的是嘛 來再往下 我們看到說我們怎麼跟人家競爭啦 我們看到台灣跟香港我們有一個旅行台灣對不對 有一個旅行台灣 我們另外一個網站 這個比他後來才做的 來這個旅行網站 我跟 部長講一下 跟人家競爭喔 我們就見消息啦 你看得到 我們是在2012年成立的 2012年 這個是香港在2014年才做完成的 才開始使用 我們找人家兩年 我們現在下載的人有多少 只有五千個啦 香港多少 五萬個啦 我們的十倍 萬年兩年 人的下載數是我們的十倍啦 部長 我們這種效率怎麼跟人家競爭 人家香港怎麼推動你知道嗎 在機場門口下飛機 就跟李克強 要不要下載一下 我們就優惠給你 人家是這樣在做的啦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 你們的報告都在講 要善用網路科技 要 觀光要品牌化 國際化 你看我們兩個網站都 漓漓漓漓啦 非常慚愧 非常慚愧 立刻改進 這個實在講 我們怎麼跟全球競爭啦 我們最優秀的公務人員 前台灣最優秀的都到國家單位去了 結果我們的管理出了問題 我們政府出了問題 把一定最好的人 把它變成最爛的人在用 我在台灣我就有這個經驗 都很優秀 加計演化有能力 加計推銷有辦法 但是上面就沒有一個肯擔當的人去 撐這些壓力嘛 所以部長 以後我希望你要撐起來 你要擔當所有的責任 這個做不好不要再講 什麼五月改好了 你等一下再去下載看看 現在就可以下載 現場就請你那些 這麼優秀的公務人員去下載就知道 裡面全部空白 所以部長 所以我說我們很嚴重 所以我在想 當然這個觀光也不是單一的 這個我們就是觀光規劃 我們台灣現在觀光只有三個堡 第一個就是我們南北的 我們很重要 就是我們南方 南部跟北部 我講的有一點 沒關係 有點生氣 我們的觀光要怎麼做 要各部會配合 要各部會配合 尤其我們的後花園在花東 像花東的車票 都要趕快去解決 我來這裡觀光就買沒車票 我要怎麼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已經開放 泰國 以及印尼他們 免落陣簽證 我們就推山主事 說人家的水準不夠 這個他們會跳跡這樣等等 這不是法典觀光的態度 對不對 部長 你要不要盡力去協調這些事情 一定會 這個上面其實我們的了解 已經有一些條件性的開放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對 所以我想 這個部長 我想你是主要觀光的主導者 你要用主導者的去告訴各部會 這事情是我負責的 你們其他要配合 就是要有人 如果沒有人 我們的觀光永遠做不好 是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講的 講的是沒有用的啦 再多的 好話 講的再多的理想 不計行動 都是空 所以偉大來自徹底而實在的執行 要執行才會偉大 了解 所以希望部長能夠見極理極 趕快去做 我們來改進 這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好不好 謝謝 我們應該要求改進 謝謝 謝謝 我們接著請鄭運鵬委員質詢 鄭運鵬 各位同仁各位首長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鄭委員好 部長好 那在開始 尋達今天APEC之前 先跟您報告一下 那我是一個實踐型的民意代表 所以在端午連假的時候 那我會自己開車 從桃園到高雄來回 會選在白天的時段 那所以也麻煩部長 這一次的實驗 真的要確實做好管理 那不要讓說 不要讓所有用路人 在國道上面開車的經驗 變成國道觀光 了解 那這一點是不是可以麻煩部長 一定 那我會把心得 再跟部長這邊來做報告 郭委員是不是我這裡也跟您做個補充 我們這一次 除了是造勢 是我們的共同訴求 剛才委員官勳的 一些公共運輸之外 對於分流到底有沒有造成 第二天的這個擁擠呢 這一點可能是我們要來求證的 這一點我們會主動來發布新聞 也配合您這邊現場的了解 對我相信 我支持這一次部內的事辦 所以我來自己上到國道試試看這樣子 跟部長說先做報告 那再來就是談到APEC 我們身為監督機關 擔心說我們部長帶著我們的部會同仁到秘魯 都是去觀光馬丘比丘的 所以我們很去查了一下APEC這次會議的官網 那看看說我們到底有沒有認真 那我們用照片來證明說我們這次交通部的努力 那我們查了一下APEC的這次會議的官網 有26張照片 臉書上放了16張 14張 總共加起來是40張 那有部長您 以部長身份出席的畫面 總共有4張 第一張是這一張 是這一張的那個大合照 那部長您在這邊 笑臉迎人 非常不錯 中排3這樣子 那第二張下一張 部長您跟那個秘魯的部長 您的會談 這位是我們謝局長沒有錯嗎 還有另外兩張是側面 那以21個成員國來說 部長您的 應該是長得比較帥 沒有不敢動 佔了4張這樣正面跟側面都有 算成功啦 算成功 那這個是我們用在場證明來 告訴大家說這次交通部在秘魯的 觀光部長的會談有努力 但是我們來看實質上 我們部長在行前跟 會議中邊的 的內容 到底有沒有達到我們之前 跟媒體所報告 跟國人所報告的實質的效果 是 部長您在行前 您是不是說了會安排 兩場的雙邊正式會談 菲律賓跟泰國 那一場的場邊會談是越南 那所以部長也說 您會把握這一次的 那個APEC部長級會議的時候 會跟我們很多國家 然後盡量致意跟 交換意見 這個沒有錯嘛 是 但是我們發現了有兩項比較重大的不同 在行前 部長您表示會跟泰國馬來西亞 舉行雙邊會談 這個對不對 媒體有披露 有 但事實上我們的報告裡面 變成泰國跟菲律賓 是 馬來西亞不見了 是 但是部長您的口誤 還是臨時的變故 這可不可以部長說明一下 馬來西亞是我的期待 那麼可是到了現場以後 他們在這邊安排上面沒有辦法能夠如期 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您應該出訪不太會說 您期待這樣馬來西亞 講都沒有講 那也不太可能臨時加了菲律賓 這怎麼回事 不是 我們這其實每個都在平行進行 那馬來西亞的狀況是因為他是當地的大使 所以他留在會場的時間 跟他能夠跟我們談的這個相關課題的深入程度 就變成他自己也覺得這個不大方便來做這個安排 那菲律賓這些都是平行都一直在準備的 所以本來就有預備跟菲律賓也有雙邊會談 那這樣達成目標不錯 看起來這就是我們觀光在努力國際旅客的心腹對象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安排 利用這個機會 這沒有錯 第二個比較重大的 不同 行前部長您也說了會安排與中國的雙邊會談 但是事實上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我們跟中國代表有互動或雙邊會談 那這是部長您的口誤 還是雙方不便接觸 這個確實也是我個人的期待 那在這個接觸上面 其實是局長他有去跟中國代表這邊有做接觸 是不是讓局長跟您做說 局長您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 事實上跟中國我們本來也是有雙邊會談 我沒有提出來 但是他沒有回應 他一直沒有回應 他沒有回應 所以我在會場有兩度去跟他握手致意 那也希望 跟對方的什麼層級 是一個副局長層級的 但是沒有辦法會談 是不便接觸嗎 他沒有說明任何的理由 他也沒有做這樣的表達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有這樣的意願 對 只是握手有 有一個禮貌性的寒暄 還是有 所以互相怎麼稱位 他怎麼稱你 你怎麼稱他 我們互相稱會長 互相都稱會長 是的 所以是用官方 在APEC裡面的 慣用的官方的 因為 事實上我們跟大陸之間的 旅遊交往 一向是 以台旅會跟海旅會的方式 那部長您對於 局長跟副局長的層級接觸 您 滿意嗎 我當然是覺得有點遺憾 因為尤其 這位中國代表 第二天他就沒有在會場 所以這個也減少了 我們後來跟他進一步 再去 發展一些業務上面 大家互相合作的一些進一步的談話 好 是有點可惜 好 所以我覺得重視我們新富的東南亞的課程我覺得是OK的 那就是我們努力把新富變成新富 是 新的富人階層 變成那裡新薄 增加這些新富旅客的比例 我們台灣的觀光就不會受制於人 是 那為什麼本席今天會談這個 部長再跟您談一下說 在您出訪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 看部長您的 您知道這個狀況 我們 部長您在亞太金河會 APEC冰觀光 但是希臘不太賞光 您知道我在提什麼嗎 不清楚是不是 那局長您知道嗎 我了解這個華航的班機有 班機是取消我們的落地錢 好 那個5月30號 華航 被取消了雅典包機 那 部長您知道嗎 這出去好幾個旅行社 上億的觀光的 到希臘雅典的觀光團 被取消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部長您可以說明嗎 還是我幫您分析一下 好來我先問一下 局長來 您代表 幾個原因我想得出來問一下是不是這幾個原因 來下一張 第一個 是不是我們華航信譽不好 不是 不是好 第二個 是不是台灣旅客民生不佳 不是 不是喔你確定喔 所以不是台灣的問題囉 第三個 是不是希臘不缺觀光財 希臘財政很好 台灣不看財跟我們來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是不是 你不清楚是不是 有可能啦 他不缺錢 大家公告一下也沒有關係啦 還是第四個 希臘的官員 別有所圖 到底來 局長您的理解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華航5月30號 突然會取消6月要起航的 雅典觀光包機 這個我不清楚 因為我們跟 到現在還不清楚 跟希臘來講 我們是沒有這個 航約 也沒有這個 他這種官光包機就是沒有航權嘛 雙方談好嘛 所以華航他是跟希臘的民航主管機關去申請 當然前面的時候也有向 3月10號向民航局申請 對不對 你們4月11號核准嘛 來我們下一張 那局長你還不了解希臘是什麼原因 我不清楚 你們有義務 去協助華航了解嗎 還是協助台灣 心靈受傷的觀光客 去瞭解嗎 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請華航做好這個理課的 就這樣喔 那以後我們跟希臘怎麼辦 以後每次都幫你辦婚教 希臘完全不理會台灣的權益 他們不缺錢 那怎麼辦 這部分是透過外館去了解 有嗎 你們有透過外館去了解嗎 有跟外交部會 會還是已經 你們發文過去請外館協助了嗎 沒有沒有 沒有發文 沒有發文 那我們銀行局在做什麼 普通同仁的話 我們都有私下都會有 那個 用辦婚教 打個頭期館附進去了 本來都排好行程請假好了 然後就這樣算了 對所以這部分華航他 他會協調安排 其他的航班 去哪裡 去希臘的旁邊這樣子 他有其他的航班 我們這樣政府就這樣算了 那以後如果希臘這邊要飛過來 我們能不能敢辦婚教這樣 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你當然了解原因 我們在APEC部長級的會議裡面 希臘當然不是成員國 但是背後的原因我相信你們都清楚 來我跟您報告 跟部長報告一下 這個沒有航權的主題性包機 其實本來就有了 以前華航在日本 他們國內的空域還沒有開放之前 就有賞鷹專機 有花卷 女滿帶廣 青森這些地方 2002年還有俄羅斯的觀光包機 那復興航空有吳哥窟跟池城 這種沒有航權的主題性班機 其實也不是什麼特別的 對不對 局長對不對 那這一次 基本上我們跟日本是有航約的 就是過去嘛 我講的是以前 以前就有這樣的一個 有訂班的就是照航約在做 那這一次 這一次來 下一張 因為 對方國家都歡迎旅客來消費 所以通常來說得到口頭的同意 那即可以進行相關賣票的作業 從來沒有發生過 被同意之後合發正式落地許可 就還取消了 這個局長對不對 沒有發生過 希臘是第一次 我們往前面時間 這第一次 局長是不是 我們第一次被這樣子羞辱 那你們現在沒有請外館這邊協助 是這樣嗎 局長 基本上這個我們了解應該是第一次 第一次好 局長好 這一次雅典專機的事件是這樣 這個其實都很快 所以表示雙方信任都很足 這個 那個希臘民航局提出 飛航的申請 應該是他們副局長有E-mail同意 所以不正式 但是是E-mail 4月11號民航局含附你們同意 這個時間都沒有錯 但卻在5月30號 因為沒有獲得落地許可 華航被取消了雅典包機 這時間對不對 局長是嗎 華航通報我們是這樣 是這樣沒有錯 你看 所以你們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做事情 那你們有跟對方確認一下嗎 還是過去我們這種觀光包機 你們都不負責確認 基本上這個觀光包機都是航空公司 跟那個 好啦 局長我直接請教您 這一次被取消 被取消 是不是跟希臘 談了一年多 總理要往中國去訪問有關 這您知不知道 這我不清楚 這您不清楚 你會不會請外館去了解 我們是被取消的一方 那你總不能這樣糊隆糊隆什麼都不知道吧 我們可以請外館去了解 這還不是說華航我們有關股的問題 這是未來如果發生這種觀光包機 被其他國家取消的時候 你開再多的APEC 觀光部長會議都沒有用 最後我跟部長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不管是台灣來台觀光 或台灣出去觀光的 我們盡量要做到就是不益於人 不要受制於他人 所以台灣的觀光我跟部長報告 我們的觀光國內的景點的跟觀光資源的發展 要做到說讓對方國不能來台灣 是他們對不起他們自己的人民 以沒有來台灣為憾 我們就不會 到處去受制於中國的因素 所以在這一點上拜託部長 現在是一個新的機會 那您協助業者 也協助所有台灣整合觀光資源 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我相信這一點上在國際他們也難接受 是 我們一定能配合業者 把這個大家共同面臨的環境 那也請我們部裡面 請外館跟希臘當局 得到真正的原因 好不好 謝謝 一定 接著請政天財委員質詢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 請部長 昨天6月1號 就花蓮台東的這個鄉親而言 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是因為 第一個 端午節的 返鄉專車 花蓮優先的實名制 是因為 第一個 花蓮優先的實名制 是昨天 開始在賣 是 網路訂票 本來不是網路訂票 鐵路機很快的 因著這個 實際的名義 改了網路訂票 還好是搞 網路訂票 這個 部長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昨天 只有130張 這744張 744張 30分鐘就賣完 這樣怎麼能因應 花蓮台東端午節的返鄉 這根本沒有辦法因應 這個只是一部分的這個 書印做法 是不是讓周記長跟您做完整報告 報告委員 我們這一次 總共加班的數字 達208班 我講的是花東實名制 那我們其實有三套 一套就是我們加班加掛 第二套就是我們有 分流 也就是 七折的紅眼班次 跟到七堵的專車 第三個就是有 我知道這個我都知道 部長 為什麼要加班 為什麼要加掛 就是為了返鄉 不是嗎 不是為了返鄉嗎 你為什麼都不花東優先嗎 不然的話你就不要加 加掛加車廂加班次嘛 當然就是為了返鄉嘛 這第一個 是不是 這個沒有錯吧 你為了返鄉你才要 加掛加車廂嘛 所以你這個加掛加車廂的應該全部要採 花東優先實名制嘛 您的指教我覺得是我們一步一步來做的 這一次先做針對 因為這個實名制裡面很多在 這個我們整個管理上面 需要能夠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所以先針對這次加班車來做這個事情 其他的加掛我們在今後的假期 你們會繼續來擴充 這個 中秋節可以 我們來努力 要努力 我們試試試 這絕對要是要努力 因為這個 很清楚的嘛 很清楚的就是說 你是 因為 為什麼 端午節要返鄉嘛 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觀光客嘛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花東優先 當然我們這個 陳委員陳歐佛 宜蘭也要優先啊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提案都是這樣寫的 這個優先我們會繼續努力 第二個 昨天也是一個開始 對 所謂的事辦 是 就是我們一直長期要求的 因為 7月開始 花蓮台東的 阿美組 沙齊萊亞組 格馬蘭組 北蘭組 有很多的 豐年祭 很多的祭典 都在進行 這個就是要返鄉 返鄉參加 原住民族的祭典 這個提了之後 鐵路吉 一直 跟端午節完全不一樣的做法 鐵路吉就是 要你要延民會 要延民會來去處理 所以就 延民會就 在一個 不是他的業務 鐵路運送不是 延民會的業務之下 他很勉強的接了 而且他要用 原住民的 就業輔導員 就業輔導員 是要負責就業的 然後要再到各個車站 賣車票 但是 花了這麼多的能力 但是只提供什麼呢 是要負責任 也要負責任 然後 他要負責任 他要負責任 走 在這樣的一個 返鄉 加掛車廂 只有一個車次 一個部落都不夠啊 一個部落都不夠 在這樣的一個 對原住民族而言 怎麼那麼大的差別 第一個 端午節 七元 七元陀河 對不對 那不是我們原住民的祭典 那鐵路基自己辦啊 沒有交給內政部 還交給哪一個部會來辦 原住民的不年紀 其實都是多元在辦理的 怎麼交給原民會來辦 原民會那個我知道應該是這麼幾年來 大家共同協調的做法 包括他的需求 那關於端午節這一次地方政府有辦 所以這一次其實我也都是結合部會的 部長 今年是第一次了 今年是第一次 從來都沒有 您講的是實民制是第一次 可是專車的部分 過去原民會就有 沒有 地方政府也有 部長 我在原民會待了十幾年了 我在原民會待了十幾年我清楚 部長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不是在理論什麼 而是說要調整 要調整 一樣是返鄉過節 一樣是返鄉過節 我們參加奉年紀是我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 我們沒有回家還要被處罰的 了解 這是我們一個民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是返鄉過節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不平等 返鄉過節我們沒有架 沒有聯繫架 這個端午節有 這個中秋節有 春節有 我們是沒有 我們連這個返鄉的列車 還要交給原民會 所以這個鐵路級 你要自己去承擔 這種不是 我講過很多方法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這個包括下個實名制 你們一開始也是什麼 我講了什麼個資法 沒有那個問題 現在也可以做了 本來說要用人工 後來現在也可以用網路 總是要一步一步 我們講了 我們反應了 基本上鐵路級都有在改進 但是怎麼改進法 可以改得更好 可以改得更好 所以這個請部長是不是 能夠請鐵路級 這個已經在努力 能夠更努力 好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好 接下來 這個 機長你請回座 謝謝 部長 是 這次去這個 參加這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辯解 第一個 這個是講辯解 辯解 剛剛講的我們就沒有不辯解 是 剛剛講的都是不辯解的其中之一 這個還沒有還很多要做的 是的 包括我們的這個 花東鐵路 北回鐵路的一個雙軌 這些工作 過去一直努力電氣化也完成了 現在這個火車站 所有的華東火車站正在改建 繼續執行在當中 這個南回鐵路的電氣化也正在進行 都是在找辯解 但是以現在北回鐵路的狀況 顯然還沒有辦法達到辯解 是不是 不論是這個 這個我們返鄉回去 或者是我們的觀客 要去花蓮台東 都是不過辯解 鐵路是如此 飛機也是 但是啊 像昨天我在這裡 這個質詢 質詢完之後 本來去搭11點40的飛機到花蓮 因為我要去封兵 結果飛機沒有飛 表定有啊 今天是6月1號啊 6月1號是每個月他會改表定 那個時刻表 就第一天這個就沒有飛啊 類似像這樣的都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辯解的部分 怎麼去加強 這個是需要這個交通部 是 所有的 尤其是鐵路級這邊 還有公路總級 能夠繼續加強 是的 應該的 另外就是這個 觀光 以花蓮台東的東海岸 或者是花東縱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這些漂亮之外 這是好山好水 好海 還有更好的文化 還有更好的文化 在花蓮台東 以及花東縱谷 而這個都是 台灣原住民族 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都是我們的部落最重要的地方 而相關的這些我們 這個交通部 尤其是觀光局 在投入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多是沒有啦 有時候是正常 應該是這樣子 有時候有做 有時候便沒有做 所以每一個階段 會有不同的狀況 怎麼樣在我們所有的 好東 花東的好山好水 好海 怎麼樣把好文化 能夠特別要去加強 要展現出來 哪怕是一個地名 我在這邊就講過 我在這邊就講過 當然說部長還沒有來 哪怕是一個地名 花東 花蓮台東 東海岸很多 馬格拉海 對不對 真餅 為什麼它叫真餅 那是中文 完全沒有意義 對我們阿美族來講沒有意義 但是阿美族的那個部落 馬格拉海 它就有很多的一個文化故事在那邊 很多的部落都是這樣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這個你們要去強化 去加強那個部分 能夠去加強 而不是不要再去做那些 花東已經夠漂亮了 不要再多這麼多的那些 我相信你會理解 部長你會理解 你還沒有上任之前有講過 我在報紙上看的 因為我說覺得不錯 文化的層面 怎麼樣能把它展現出來 部落 文化 部落的文化 我們那邊非常多 都是阿美族的部落 當然也有少數哥馬蘭 還有沙奇萊雅族的部落 這個都是可以好好的一個展現 所以這個 第一個從 我們光從預算的配置 你回去 請集長說明一下 當然不是他 很多處長 集長要獨島 集長很認真 他還召開這個 特別為原住民族 開了很多次的一個 相關的有關觀光這方面的 但是重點要去抓住 好好好 謝謝一定 謝謝 我們接著請陳歐破委員 質詢 謝謝主席 請邀請賀部長跟觀光局謝局長 請賀城部長 謝局長 陳委員好 部長喔 跟局長這次參加 APEC 觀光部長會議 是 有三項具體的成果 不敢當 那也獲得四項 會議後的啟發 是 這個 我詳細的越南了一下 不敢當 那這個是 非常珍貴的一次會議 謝謝 聽說在場外 還有跟泰國 跟越南 跟菲律賓 有做雙邊的會談 泰國和菲律賓 越南我們沒有正式的開會 但是有在跟他們做很多接觸 互相交換禮物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現階段的一個觀光政策的調整 那也呼應了我們蔡總統 新南向的政策 那為台灣開拓 東南亞各國的一個觀光客員 對於這個部長在會外場外 有這樣的一個辛苦的表現 本席以以加強 不敢當 我想請教的是說 在這幾場會外的一個雙邊會議 有沒有獲得實質 而具體的成果 或者是說有沒有獲得 給你們一個震撼的一個企劃 有沒有 坦白說大概比較具體的應該是 和泰國 以及菲律賓這邊都達成 現在所謂的這個一成雙點 這種做法 就是說 比如說從歐洲來的旅客 他到曼谷跟到台灣 都想辦法讓他變成是一套package 這樣的話變成可以共同行銷 那麼在 我們和菲律賓也是一樣 剛才也報告過 郵輪也一樣把它變成說 願意參加郵輪 不只在菲律賓 也不只單獨在台灣 大家都變成合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做法 雙方都非常肯定 我們也都約好了 大家在各自用 大家在外館 共同做行銷的方式來做 這個都比較具體 屬於 屬於震撼性的事情 應該是 美國和日本 在他們的觀光的未來計畫裡面 我們都覺得說 他們本來這種大國 好像都是深受這個 別人來探訪他們的好處 但是他們現在居然也都用非常積極的態度 在調整他們的觀光策略 跟他們對產業輔導的一些措施 這些事情 讓我們覺得 連這樣的大國都這樣面對這個變局 我們更應該朝這個方向去走 我想能不能請部長 跟局長會後提供 這個跟這幾個國家的 是的 雙邊的會議的結論 是的 或者是說給我們的啟發 這叫給我 我想了解 事實上的一些進展 一定 我想請問部長 這三個國家 負責觀光的最高機關 或是層級是怎麼樣 可能各有不同 菲律賓跟泰國 還有越南是怎麼樣的情況 菲律賓是一個次長 不過他們大部分是觀光部 但是他觀光部是跟文化體育 這個等次結合在一起的 菲律賓是觀光部 泰國是觀光技體育部 越南是文化體育 即觀光部 這幾個國家代表觀光的 這個部門 不是這個獨立的部門 就是一個合併的部門 是的 我們台灣是部長跟局長一起參加 我們台灣層級上好像跟他們不一樣 很明顯不一樣 部長是交通部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走錯地方 其實不會耶 因為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每個國家他把觀光放在不同的重點 可是通常都是越來越重視觀光 那麼像這個地主國 這個Madame Silva 她的這個部就是觀光和貿易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結合 部長 如果說我們把交通部改成交通觀光部 是不是更名正言順一點 我倒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看我們現階段大家的重點放在哪裡 像我們現在如果還繼續 是在交通這個上面去強化 好像也不是最重要的項目 可能我們更應該跟文化去結合 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事項 我想請局長回答一下 如果說我們是 不是觀光部長 是觀光交通 不是交通部長去參加 是交通觀光部長去參加的話 這個名稱是不是比較符合一點 我覺得名稱是名稱 但是我覺得裡面所實質這個代表意義 事實上交通部對於觀光是非常的重視 而且行政院在整個院下面 都成立有觀光推動委員會 來聯繫各部會的資源 事實上我就發現到 其實我們鄰近的這些亞太國家 他們在觀光發展是有一個階段性的 我們舉這個越南來講 越南現在每年大概幾百萬的國外的旅客 可是他們已經成立一個旅遊總局 剛剛那些部 像泰國那個也是一樣 泰國他們成立了觀光紀提議部 也是最近幾年才成立的 我的意思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政府部門是不是來思考 把觀光級的位階提升一點 我們這次主改裡面可以來考量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都要重視這個觀光區塊的領域 剛好我用個圖表 讓部長跟局長了解一下 這個 在去年世界經濟論壇裡面 針對這個旅遊業的競爭力的比較 台灣是全世界國家141個國家裡面 排名第32 但是在這一項 政府是不是重視觀光旅遊發展 我們是排名第82項 那這個圖表是 台灣跟亞太國家的旅遊業的競爭力的比較 總共有14個指標 這14個指標 那我們可以發現天然資源跟空運基礎 跟台灣旅遊發展 這三項 是比亞太國家的平均值 我們是比較落後的 那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的評比 因為這個藍色 這個越靠近內圍的話 在比較排名比較前面 剛好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觀光旅遊的發展 是不是重視 這一項 我們是低於這個 整個亞太地區的國家的旅遊 也有競爭力 顯示我們政府在 在注重這個推展 觀光這方面是 是比較不具有競爭力的 那 也落後於亞洲平均的水準 這個是很大的警訊 那 東南亞國家裡面 我特別要提到這個 泰國是我們值得 學習跟結盟的一個對象 泰國他們在2002年的時候 觀光客就突破千萬 然後呢 泰國就認為 這個 體認到整個泰國的觀光 是比他們輸出賣泰國米的 更有經濟效益 然後他們這邊就把那個 觀光局呢 升格為觀光體育部 這是泰國啦 我講泰國 臨近國家我剛才講的 越南他們提升了旅遊總局 那 從泰國呢 從這個人民的平均烈心 才200多元的國家呢 迅速整個國家的力量呢 一舉要上全世界的一個觀光舞台 去年喔 泰國統計總共迎接將近三千萬人喔 三千萬的一個一個旅客 國際旅客 創造了一兆四千億的一個 泰豬的觀光效益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跟我們 來結盟的一個對象 那我覺得啦 那個 我建議啦 這是我個人一直在強調的 是不是能夠接接次主改 把我們的觀光的位階提高 然後我們也仿效日本啦 觀光立國這個 這個目標來努力 那台灣呢 這個 事實上我們在 是有一些進監力的 如果你詳細來看的話 我們的這14項指標 還有11項我們都比 比亞洲其他項都好啊 顯現我們的觀光競爭力是 是有 那是這三項 空運的基礎 包括我們空運基礎建設 這裡要加強 包括我們政府部門 當然天然條件這個是 比較困難的啦 但至少這兩項 我們可以好好來努力 這個是我對 部長的 剛好這兩項都是我們交通部 主管的業務 是 好不好 部長你從這個 從這個圖裡面呢 分析裡面呢 好好的注意 這個 怎麼樣來讓我們 台灣能夠 變成一個觀光大國 增加我們的這個 這個經濟效益的收入 這個是我們要 來互相努力的目標 是 那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呢 新政府呢 對 國家風景區 還有我們的 內政部主管的 國家公園 我們有些 這個 各據點有一些 開始收費 或是 帳價收 這個入園的收費 比如說 所以 我們宜蘭龜山島 在今年7月1號 到上龜山島 觀光價收100塊的 一個收費 這個是好的政策 本來就是要 要讓消費者呢 知道說 觀光旅遊 不是沒有 不用消費的 但是有幾項 我想 跟部長 跟局長 討論一下 我們現在 入園的收費裡面 有一些 訂搬家優待的 也有 訂這個 免費優待的 局長知道嗎 但是現在 各風景區 國家風景區 各 國家公園 他們的 免費的對象 或優待對象 是不大一樣的 那 我想說 是不是 能夠統一 不要說 我這個 當然價格 景點的 收費的標準不一樣 那個是你們自己的店 但是 半價優待 跟免費優待的對象 應該要統一 那 我再 就是第一點建議 第二點就是說 免費優待裡面 有幾項 幾項 有一項 國民小學 辦理 校外教學活動 哪一行 申請者 就免費 小學喔 那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都12年國教了 12年國教 所以我具體建議 擴大 擴大到一些 這個 當 國小 國中 高中 到 我們的國家公園 到我們的 國家風景區 能夠 要進行 校外教學的 這個時候 是不是也能夠 比較 也能夠免費 這樣才能徹底 發揮我們的 教育的功能 這個我是 我是建議 那這個政策 不僅是 全國 500多萬的 高中 小學生的 家長 直接有感 我相信 對 全民來講 都會有感 讓我們大家 重視我們這個 旅遊 那這個 從小 開始 我們政府就有這樣的作為 那我想說 部長 這個部分 因為旅遊的事業還是 有加上部主管 你要跟 跟那個內政部 稍微協調一下 把這個訂定 統一的標準 也就是 半價優惠的 或者是 免費優待的部分 能夠 做一個 統一的標準 甚至 我剛剛建立的是說 高中 國中 小學 都能夠 免費優待 讓他們入園 進行 教學的一個 收益 教育的功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歐博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葉宜金委員 請 賀成部長跟謝局長 請部長跟局長 葉宰衛好 兩位好 來 直接秀龍王雕 還沒開始啊 怎麼就開始計時了 我都還沒開始質詢 好 來 我們時間重來 好 開始 部長 這隻很大隻 我讓你看比例 這個是陳其邁委員的頭 你就知道這隻魚有多大 它叫龍王雕 不要笑 我笑不出來 這一隻呢 在綠島 只有七隻 現在剩下六隻 因為這一隻被大蟹八塊了 吃掉了 來 對 現在只剩下六條了 來 來 看喔 另外一隻龍王雕 龍王雕 龍王雕 我要龍王雕 來 部長 這個魚呢 非常的 喜歡親近人 所以對泉水客來講 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因為它 可以讓它摸 它甚至會跟它撒嬌 還會親人 但是我們把它吃了 來 我在第一天就要求你們劃定 綠島 就是被吃掉的這個地方 剩下六隻的龍王雕的地方 沒有原住民 沒有原住民喔 沒有牽涉到原住民的任何法律 劃定這個地方為進捕區 有什麼不可以 你答應我的 現在又過了將近十天了 為什麼不能 你們還在研議什麼 還要研議什麼部長 這個還有什麼好研議的 對這個我真的記得是第一天 您就有指教 是 來我們來看法令 有什麼不可以的 來 觀光發展條例第十八條 給你們全力 所以你們可以 為了禁止破壞 你們可以劃定 進捕區 來 還有法則 今天六十條 六十二條 如果 有劃定了 你們就可以根據六十二條 這個魚吃掉了 保育類的魚類 這麼棒的魚類 無法回復原狀 因為你吃掉它了 部長 你知道這樣一隻龍王雕 柏柳的統計 一隻龍王雕 一年的觀光產值是多少 你們知道嗎 一年喔 它可以活很多年喔 你看它那麼大隻牛 你就知道 一年的觀光產值是 六千五百萬台幣呢 我們就這樣給它大卸八塊 一年喔 它可以活十幾年耶 甚至不止耶 部長 你們還在研議什麼 還在研議什麼 告訴我 我第一天就要求你答應我的 你還在研議什麼 局長你還在研議什麼 你們去開這個會 叫做永續發展 你真的很生氣 那個委員交代那天 你們還有資格去開這個會嗎 你們去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喊言嗎 再來 這個是你們有畫的 跟委員報 事實上我們已經 跟縣政府已經聯繫了 如果沒有 蓋子不敢畫的就下台 夠清楚嗎 沐妍縣政府已經在 如果這個地方不敢畫為進步區 那不要跟我講什麼永續觀光了啦 不敢畫著沒有擔當的 就不要失位素餐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來 這是沒有畫的 有畫的都不行了 你何況沒有畫的 不知道這個農業方面的法令 我們需要跟他共同作業 我們往下 部長我要往下走 不用跟我講那麼多 我就是要馬上畫定 我不知道綠島這個地方 為什麼有什麼好研議 不能畫定為進步區的 地方政府怎麼樣我不管 我要中央政府就是要這樣畫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只有靠觀光 我們不能截則而語啊 我們還去開什麼永續的 APEC的觀光會議啊 救西郎 要是我去 我會覺得很丟臉很慚愧 抬不起頭來 再來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我們來看再來 我的助理很喜歡跟 陳其邁委員去浮潛 其實浮潛可以正 我們不是我們的觀光 不是只有路上 台灣是一個島國 是海洋國家 我們四周圍都是海 這是我們非常棒的天然資源 台灣除了這個以外 大概也沒有什麼天然資源了 我告訴你 那結果我們是這樣子搞 搞我們的海洋的 來 我剛剛講的是沒有畫的 我強烈要求你們趕快畫 我們再來看有畫的 來 看到沒有 公告喔 這裡喔 這是進補漁區 這是哪你知道 這是我們東北角 非常漂亮 龍洞丸 我的助理區 就這個禮拜而已 這個禮拜 來 下水的時候 這麼多雨 上一張 這麼多雨 多漂亮 下一張 這麼多雨 多漂亮 再下一張 這是他五點到五點半下海 早上 但是六點鐘的時候 出現了漁船 來 漁船 看到沒有 在這裡 這個是龍洞 這個是龍洞 最棒的 全世界最愛的潛水區之一 龍洞 六點鐘 五點半去潛一潛 六點鐘 這多近 多近啊 山海裡不到 所以呢 他們補了什麼 下一張 看到沒有 我真的是氣到不行 剛剛我們看多美的一群魚群 然後呢 全部上來了 這裡面絕大部分是不能吃的熱帶魚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叫做 紅尾東 紅尾東 那個一隻可以一尺長的 撈上來的 七八公分到十公分 巴掌搭不到 另外這一欄 可以吃 他們在挑什麼 因為大部分是不能吃的 挑一點點可以吃的 黃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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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只有七八公分 它可以大到 三四十公分了 剩下七八公分 部長 我給他算這樣 哈姆朗朗這一群 可以賣多少台幣 兩千塊了不起 這是進捕魚區 部長我真的覺得很痛 為什麼呢 我剛剛告訴你說一隻龍王雕 帛琉的估計觀光產值是六千五百 我們還有資格 笑比我們落後的什麼印尼官 菲律賓叫做比我們落後 我再來跟各位說 菲律賓他們證實 只要三五隻殺鯨 鯊魚或者鯨魚 就可以養活一個漁村兩三千人的生計 所以他們畫了九千六百公頃的鯨豚魚區 我們怎麼對待 來 拍賣場 魚市場 這樣啦 部長 這些都是我們的鯨豚 這是一個潛水教練拍的圖片 我真的是欲哭無淚 我真的眼淚快要掉下來 看到沒有 這些 這些鯨豚 菲律賓 有比我們落後嗎 好 我們再往下看 一樣 一樣做了一個 印尼做的 剛剛說菲律賓 印尼做的研究 這些我們都有 我們不是沒有 我們說帛琉有的 我們有 菲律賓有的 我們有 印尼有的 我們也有 但是人家怎麼對待 我們怎麼對待 來 印尼 它畫定了六百萬平方公尺的海域 進捕魚區 你們一個綠島都不敢畫 印尼的估計 一隻 魔鬼烘魚 一生的觀光產值是 一百萬美金 來 我們咧 部長 在這裡啦 一斤五十塊台幣 一台金五十元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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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兩位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像這個農業權的問題 部長我不太想聽局長報告 我已經對你不抱期待了 來 部長 首先我想這個 我們的生物是我們的觀光資源 這件事情得到國內的重視不夠 這一點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來加強 第二 既然是這麼重要的觀光資源的話 其他當成是生計在看待的一般執法 我們也會來協調 交流加強 讓它變成是更重要的一個 對於資源上的一個償害 好 部長 我要告訴你 我其實還有很多 但是光這個議題 我認為是最重要 所以我多花了一點時間 今年五月 全球知名的凱特林海警調查團隊 來台 就已經向我們提出警告 說台灣的珊瑚礁結構完整 但是魚很少 部長 就算沒有人爛捕珊瑚礁 但是其實珊瑚礁是動物 如果真的魚太少 它也沒有辦法活下去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還是再強調一次 如果連劃定沒有原住民保護 只靠觀光資源的綠島 為進捕魚區都做不到 那不要告訴我 我們還要什麼海洋觀光 或者是永續經營了 你還要多少時間才可以畫出來 部長 事實上在委員交代那天 我第一天就要求 那天我們已經請這個 縣政府農業局來處理這個事情 好 我不要縣政府農業局 我要你交通部觀光局 或者是交通部就直接劃定 觀光局劃定 好 你告訴我還要多久 等一下我還有時間 部長 我要趕快跟你講一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今天下午就把這個範圍擴大 這個報到院裡面去 好 那麼這個由中央政府直接來處理 好 非常好 謝謝 謝謝你部長 最後呢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要說要衝東協跟中東的旅遊課 我們免簽什麼都可以努力 但是呢 我們的品質要顧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導遊人數不足 會 東南亞語言國家跟中東語言國家的 導遊人數不足 這個讓我想到我們有很多新住民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母語 這要趕快 這是可以利用的一塊 非常好的資源 趕快去努力培訓一下 好不好 好 一定 最後 最後一個問題 部長 華航工會要好好處理 是 華航基本上算是國航 我們心裡都很清楚 了解 我最近要買機票 暑假要去看小孩的大學 第一年大學 你知道從台灣到紐約的機票 長榮航空四萬五 華航七萬 差兩萬五千塊台幣喔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 因為 員工 罷工 所以 服務人員不夠 就漲旅客的票價嗎 是這樣嗎 民航局長 是這樣嗎 蛤 你們處理不好 消費者要倒楣 我想整個航空公司的票價 它是按著這個IATA的一些規定 就是 各個航空公司 其實在網站都可以看到 是嗎 對 所以嘛 我就跟你講 這種規定 因為現在的旅客的 傾向是 它有那個卡累計里程 它就喜歡一直做那個 可是你這樣 因為他們的罷工 所以影響到消費者啊 是不是 好好處理 謝謝 後續再來報告 是 謝謝 好 謝謝葉怡經委員 我再說一次喔 部長 趕快畫 畫不出來 我們都無言見江東復老 好 我們接下來請 顏寬恆委員執行 顏委員之後我們休息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我想請我們交通部 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好 顏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今天針對APEC這個 觀光部長會議 進行諮詢 在秘魯召開的 這個兩天的會議 部長你在 觀光工作小組的 報告發言上表示 你非常認同觀光工作 在未來的策略計畫中 提到了永續跟在地發展 是 深信如果說配合現在的網路 網際網路跟手機的普及 這種技術趨勢 這個觀光業可以更深入 有更大的機會 能夠帶動偏鄉的這種 在地經濟的發展 是 那本期現在就有一個 全球性的一個觀光議題 符合你剛剛 你上述的內容 是 但是不合法 不合法 就是這個 Airbnb的存在 不但在國內 對於國內 我們這個合法的觀光業者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甚至於因為就是說 不在管轄範圍內 還是無法可管的情況之下 對民眾 使用者消費者 也沒有這個安全的保障 它跟一般提供給這種 背包客交換 這種交換住宿不大一樣 因為它有這種 盈利性 它有盈利 這種盈利的行為 它所產生的這種稅收和風險 現在 我在上一次的質詢也提過 就是說它 是跨部會的問題 在盈利的部分 是進管會的範圍 在稅務的方面 是財政部的範圍 那觀光旅遊的方面 是我們歸部交通部的範圍 那所以說 我沒有看到說 我沒有看到說 我們有跨部會的這種 應變機制在進行 那 我也沒有看到說 我們有這個 積極的在處理這個 Ambmb的這種 一直在 在擴大打擊 合法業者的這種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 相對應的這種 制裁的方式 還是這個 處理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等於說 我看不到交通部 有任何的 因應措施 等於是默示 非法的業者 在打擊合法的業者 請教部長你 是不是這個方面 執行的情形 應該有些 跨部會是透過 我們的那個 政官推的委員會在執行 我是不是讓局長 跟您做報告 我想跟委員報 那個政官推 事實上過去 有處理這個問題 那後來是 交由這個政委 親自在主持這個會議 那因為這個 Airbnb裡面 很多是日豬套房 日豬套房 現在到內任部 還有交通部 一些相關的法規 需要來整合 那這個問題 一直還在研討當中 研討 你現在他已經 一直在擴張 他的這個 擴張他的版圖 在台灣的整個消費市場 一直在擴張 你還在研討 你還在研討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一個有一個 這個 相關的正確的一個 來法則 來進行 像我們 Uber也是一樣 Uber它本身就是 也是違法 但是他 理直氣壯的 而且大肆的廣告 在網路上 進行廣告 他就是 扣誰 扣誰 他只要把柄做大 他就可以逼著政府 坐下來跟他談 逼著政府來修法 來保障他 上次我在質詢的時候 部長你也說 因為有廣大的消費者 喜歡使用他 所以我們就 這樣子 任由他 來 來在這個 台灣的自由市場上 然後來做這種 非法的行為 然後打擊我們 國內所有 合法的這些計程車業者 衝擊到計程車業者的生計 還有我們消費者 我們這些搭乘的消費者 我們並沒有因為說 是有消費者支持 而就默示他 不會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看到 你們積極的作為 你只是說 你們要 研討 要討論 但是沒有看到 積極的作為 不就是在 默示他的這種行為嗎 跟委員報 那個日路套訪的查處 我們目前已經 找各地方政府 然後我們給他 相關的一些經費 來處理 而且我們也 開輔導班 來看怎麼樣 來處理日路套訪 怎麼樣 你們對一些 你們對一些像 夜市的攤販 還有一些 一些小型的店家 這種查查 都非常的積極 一些消防法規啊 一些所謂的安全簽證啊 甚至於一種稅金的查核 幾乎讓他們都 不要說 逃漏稅啦 就是說 基本上 你們是 一字不漏的 一點不漏的 全部都要 都會可扣到底 但是針對在 這個網路上面 這樣子大張旗鼓 再從全國 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甚至於離島 他們這種 在發 根本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但是你沒辦法他們 你真的就是沒辦法 那對我們這些 這個合法經營的這些 這些市民 這些攤販 這些店家 情何以堪 對不對 一國兩制是不是 因為日豬套房 大部分都隱身在 這個公寓大廈裡面 所以目前 我們跟地方政府 都是採取 我們主要上網來搜尋 如果有搜尋到 這個違規的行為 我們其實就來查處 那這樣子要等多久 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 具體的 具體的這個 這個因應的 這個 那個事實上 這個查處的行為 這個一直在 在進行當中 像台北市 高雄市 台中市 都有非常多的 一個處罰的行為 接著再請教 就是 我們 今年起 路客 路客來台人數 已經明顯的縮減了 我想大家都有感受到 如果我們因應路客 遞減的這個措施 就是要 開發東南亞的旅客 還有 這個 中東的旅客 那配套措施 你要趕快做 像我們剛剛 我們 趙薇也有提到 你東南亞語系的這些 這些 導覽人員 沒有看到增加 台灣就嚴重不足 包括中東 東南亞 中南巴島的都 都已經 這個嚴重不足 更何況是中東 那另外 包括 如果 你要開發 新市場 也要有相關的配套 你像阿拉伯 語系的這些國家 遊客 他來台灣 他不但沒有免簽 他也要出示 財力證明 那你這樣子的話 如何吸引這些觀光客 到台灣來 我想請教部長 你有什麼新的方法 能夠 能夠讓這些 中東 以及 中南半島這些旅客 能夠 大家都希望 都會來台灣 想要來台灣 我想當然首先是在這個 限制上面 我們來協調相關單位 把這種 他們過去已經去過 別的先進國家 有這樣的例子的 這個簽證的歷史的話 我們就應該在這個簽證上面 不要做那麼多 那麼複雜的要求 第二就是來到我們這邊 剛剛您提到的 關於導遊的 或者是一些 他們的實務上的這些 推薦 我們應該有更 友善的網站 跟這個服務人員 來幫助他們 去適應我們台灣的一些 生活和文化 所以部長 你講的這些都是 很好的構想 但是都 只是在 構思而已 還是已經付諸實行 我們這個在 這個簽證部分 已經跟相關的外交單位 還有我們的移民單位 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像 剛剛你也提到說 像 這個 中東的遊客 中南半島的遊客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他們 他們能得到什麼資訊 他們在來之前 他們能夠了解到 台灣提供給什麼樣友善的 然後 好玩的 這種 針對 穆斯林文化 也有特別的專案 我是不是 讓這個觀光局 來跟您做說 請 目前對於這個 穆斯林的環境 我們輔導 這個穆斯林餐廳 過去啊 再三年前 才二十幾家 目前已經成長到87家 那麼另外對於 穆斯林的這個祈禱環境 還有它的這個 這個衛浴靜夏的設施 我們目前也 也輔導各個國家風雨區 跟各重要的這個 一些交通場站 我們在 在這個 在努力改善當中 所以目前啊 以這個 穆斯林環境的友善度 我們在非穆斯林國家裡面 是排名第七名 我們的成績是很好的 排名第七名 排名第七名 那去年 去年才排名第十名 我們今年 這個前進到第七名 我們怎麼沒有感受到說 我們在這個區塊 有提升這麼多 還是說有這個 可以讓我們很明顯的去 了解到 吸收到這些資訊說 我們正在這個 籌備或者正在說 有這個友善的這種網路 還有一些 一些旅遊的導覽 一些資訊 我們都沒有感受到 沒有看到 第一個在我們這個 台灣觀光資訊網裡面 我們有針對 穆斯林這個部分 有專門的網頁 那第二點 我們也邀請這個 中東國家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主團社跟媒體記者 來到台灣 瞭解我們這個 穆斯林環境 他們都非常讚譽有加 好 謝謝局長 我想 部長我是希望說 你要儘快 要加速 官方產業的 這個相關的配套 不只是說 人力的 軟體的人力規劃 一些硬體的這種 看板導覽的這種 這種建設跟 裝置 都要加速進行 是 其實在都會區 可能還比較 能夠馬上動起來 如果說到了我們這個 六都之外 到了六都之外 其實我發覺 我們一般國內的遊客 國內的遊客 都很難去靠有這種 這種看板 還有這種 這種 導覽的這種設施 去 能夠很方便的到達目的地 在都會區當然可以 在六都 在六都之外 確實這個是還要檢討 那另外我再提到就是說 我們 這種觀光跟遊覽車 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常常看到說 因為 大家都喜歡這種 豪華型的 都會去 要去乘租這種 比較豪華的 比如說是兩排座位的 總統座椅的 這種 所以 就有很多業者 他去 可能就是說去購買這種 這種 比如說 年份比較久的 這種遊覽車 他去進行 這個 改裝 內裝的改裝 那他 花了很多的錢 在這個 內部的豪華舒適上面 但是他對於行車的安全 對於行車安全 可能就把它犧牲掉了 所以我們常常在網路上面 看到這種 這種 高速公路上面發生的這種 這種 車禍 還有一些 在遊覽地區 山路 發生的這種遊覽車 掉到山溝裡面 還是說 撞到邊坡 這個 這個 翻落山谷 其實這種 我 就是要強調 強調就是說 遊覽車 強調它的這個 舒適豪華 最重要的是它安全性 跟它的這種剛性 車體的剛性 像我們 跟美國買的那個 國光號的那個 飛狗巴士 那個已經很 很長時間了嘛 二三十年了 但是它的那個剛性到現在 還是很 可以 避免其他 我們現在 國內在用的任何一個 廠家的這種 車體 所以我想 這樣子的話 部長你 認為說 遊覽車的這種安全性 的規範要怎麼樣去 去 做一個最有一個 一個規範 一個規範 對 我想兩方面 一方面當然是 我們在資訊上面 讓旅行社或者消費者 對於遊覽車公司 或者駕駛他們過去的 行車紀錄都要有所了解 第二我們會鼓勵 我們現在這些遊覽車 要去裝 對於駕駛它身心狀態的一些 偵測設備 這樣子使得 它的車體和它的駕駛 都能夠得到安全的監督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請進去 我們現在 怎麼去 進去 掃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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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